自信亲近心里没有妄想 没有起心动力 没有分别之处 它是和谐的 真正和谐 对一切人和谐 对一切万物和谐 对整个宇宙和谐 里面找不到对立 找不到冲突 这是自信亲近心 学佛不是学别的 就是学者 所以心近则佛土近 西方及乐世界去净土 凭什么到那边去 凭亲近心 不想自己也不想别人 这就恢复到清净了 那么在这个世界 人还没走 我们可以随缘 紧奋 做一桩事情 第一桩事情 就是为正法 培养 祭祈的人才 照谁呢 照自己 真正发心 对 那我们尽心尽力了 来营造 这个余缘分 这是建一个 小心的道场 不必 富丽堂皇 不必 很大 也就是 凡事能够 引发 我们烦恼稀奇的 这种语言 我们要把它断掉 所以古人 为什么做猛王 为什么做煽动 有道理 这样的场所 把这个 引诱你 烦恼的语言 断掉了 说实在这话 我们现代的人 佛报 好像是比古人强 细心去 对比一下 我们比不上古人 古人烦恼 比我们少 也就是 妄念 我们超过古人 太多太多了 真得可以说 不只是悲言 至少也是 百倍 可能到千倍 你说我们活得 多辛苦 古人忘记 生活简单 身体好 他们可以在树下 休息 晚上在树下 盘腿 打坐 休息 不怕 风吹雨打 日头晒 我们现在行吗 晚上在外面露天 住一个晚上 第二天就加护病房去了 不行了 这就是说我们的佛报 比不上人家 就每天晚上都是露天 才能受得了 所以从这个地方看 我们现在物质生活条件好 身体差太多了 业障 从前的时候物质条件不好 它有个金刚不坏身 我们现在想想 我们还是羡慕从前的 身体好得真好 能经得起锻炼 所以我们要帮助 真正发现的人 我们的心发得不够 他比我发得足 那我就全心全力泄索他 帮助他 成就他 这一个成就了 他的功德很大 我们的功德跟他一样大 为什么呢 我们促成他的成就 尽小小的力了 也把他的功德分过来了 他有没有损失呢 没有损失 像灯光一样 他那个灯光是明亮的 我们也是一盏灯 没光 没点燃 我这个灯借他的光 借他这个火把我都点燃 我的光跟他的光一样大 他没有损失 不是说 他的功德分一半给我 他就少了一块了 没这个事情 圆满的 这个道理要懂啊 我们分享他的 把自己的智慧光明燃起来了 所以我们要留意 真正发心 有这么一个方向 有这么一个目标 第三注尸 住在这个世界 提升自己的灵性 再说得悲点 提升自己 往生的品位 不求别的 西方极乐世界 仕途三倍九倍 我们要努力争取 品位上人 那我们这一生就 没有别过了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待会为 情歌 有什么 我